大家好,我是戴戴家云,吃日本的美食日报 今天又来到了大阪人气的中华料理店,天龙龟英 这次老板说准备了一瓶好酒,是新郑酒厂的限定款紫巴尺 日本酒是用米和水经过发酵酿造而成 在最后酿造的阶段使用日本酒来代替水,酿造的清酒叫做贵酿酒 而这款紫巴尺在最后酿造阶段直接加入了贵酿酒 更为特殊,更为少见 酒体颜色偏虎薄黄,在新郑独特的酸味的加持下 喝起来很顺滑,不会觉得腻,非常棒的 第一道是用鸡汤做的蒸蛋 使用走地鸡的鸡骨慢火熬制 汤汁浓郁鲜香无比,还加入了冬季的食材无精 把鸡汤和无精打入到倒好的蛋液中 蒸熟后,鸡蛋吸收了鸡汤的精华,变得嫩滑细腻 无精则增添了一丝清甜 点睛之笔是最上面加住的一点点黑胡椒 风味一下子就起来了 这次还是软弹,蒸蛋做的真是和教科书一样好 第二道是绍兴酒自过的鸭肉 绍兴酒中混合了多种多样的香料 最后再加入山椒 绍兴酒的酒味去除了鸭子自成的腥味 香料的风味和上香酒的甜味进入到了鸭肉中 鸭肉的颜色呈红色 肉质韧滑,酒香浓郁,香料飘逸,非常独测的味道 第三道是炸过的虾饺 用了新鲜的大虾剁成小块 然后加入了鸡蛋丝和虾子 来增添鲜味和口感 饺子皮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酥脆 炸虾饺的皮和馅儿成为了鲜饼的对比 外皮香酥,内馅鲜嫩 一口咬下去满满的是虾肉的香气和汁水 炸过的饺子在中国我都没怎么吃过 今天觉得还挺不错 第四道是专门为了搭配那瓶子八尺做的菜 用烧鲜酒和日本酒混合 再加入陈皮 倒入安康鱼的鱼肝中搅拌至整 中间再加入一些切成了钉状的乌贼钉 中间是嫩嫩的口感 与安康鱼鱼肝的软滑形成了对比 增加了这道菜的层次感 整体味道浓郁 中间还有一丝丝甘甜 和新正紫八尺这关酒 真的是非常的大 第五道居然是鸭舌 拿出来的时候 给您做的日本客人都整盟圈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日本人开的店里 见到了鸭舌 经主厨说在日本貌似还挺不好买到 一盘香料 一盘辣椒 一盘葱丝 一盘香菜 鸭舌鲜油炸 再用铁锅嘎嘎一顿爆炒 味道不错 就是吃起来比较费心 旁边的日本人是完全不会吃 香辣口炒得非常的香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但是吃起来比较费劲 如果换成普通的鸡块的话 是不是可能会更好一点 第六道是香煎白干雕 今天这条是二元现产的 个头很大 用酒盐胡椒等调味料腌制鱼肉 然后在铁锅中煎至金黄酥脆 这样做可以保持鱼肉的鲜嫩多汁 同时也增添了酒香和油香 带骨头的鱼肉直接啃 肉嫩味道也鲜 非常的过瘾 第七道是用口水鸡的酱汁 拌了雪鱼白子 白子的表皮煎至金黄 内部却柔嫩细滑 有着奶油般的风味 但雪鱼对白子 拌上口水鸡的蘸料 再加入番茄丁 撒上芝麻 酱汁的咸甜 加入了番茄的酸味 中和了雪鱼白子的浓腻 增添了层次感和鲜活感 雪鱼白子的细腻 加上芝麻的醇香和番茄的清爽 好吃而不腻 第八道是个蒸鸡肉的蔬菜沙拉 有鸡肉丝 黄瓜丝 胡萝卜丝 红辛胡萝卜丝 最后再浇上了花椒油 整体颜色搭配的也很协调 非常中式的调味 第九道是个蒸菜 主角是比目鱼 使用发酵过的辣椒 大蒜和香菜做了个酱汁 蒜香微辣的调味 我很喜欢 经过天然的发酵 辣味不吃 酸味适中 还带有一点点独特的酱香 蒜香和香菜的清鲜 也能中和辣椒的刺激 好的食材不仅没有被遮盖 反而被更好的展现出来 这就是田中的厉害之处 后面又到了主食的环节 三个主食这次也熬引 第一份是鸡汤面 汤底鲜味够 但是调味有些淡 和后面的两个主食比 这一道只是正常的好吃 接下来是田中蜜汁炒饭 加入了当期的松叶蟹蟹腿 米饭经过田中熟练的翻炒 炒的颗粒分明 最后蟹腿的加入 让原本就好吃的炒饭 味道更上一层楼 最后还有田中密集的麻婆豆腐 今天食材升级 使用神户牛肉来制作牛肉 麻辣香口中 多了一些神户牛柔和的油脂香 真的是太好吃了 下次一定不再点汤面了 想多吃点米饭 甜品是用椰奶做的日式田粥 没有日式的那么甜腻 还加入了陈皮 使风味更加的柔和 在访这家人气中华 依旧好吃 每道的酱汁都很有特色 中式的酱汁中 都加入了一点点日式的风味 再加上主厨 对日本当地食材有很深的理解 创造出了属于田中 自己特色的中华料理 今天也是开心的一点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您如果请不吝点赞订阅 您的编探订阅